韩国总统签金卢梭英的人生比韩剧更精彩 她被丈夫与小三百般羞辱戴了十一年绿帽 看清现实后摇身一变成爽文女主 折服四年将丈夫的全部财产吞并完成复仇 她的手段到底有多厉害 又是如何振知死地而哄生的 今天我们就来封盘卢梭英的传奇人生 1961年出生的卢梭英是家中的福星 因为在她成年的那一天 她的父亲卢泰宇当上了警备司令 这所谓虎父无犬子 卢宋英气质不俗 人也聪明 考上了韩国首尔大学 读的是男生扎堆的功课 但她在学校的日子并不好过 那时的学生斗志昂扬 对拳斗换和卢泰宇的独裁颇为不满 卢宋英在学校没少受到排挤 时间一久也不忍了 干脆跑去美国芝加哥读经济博士 也是在那时 她减食了自己未来的老公崔泰源 崔泰源是韩国四大财阀之一 SK集团的贵公子 这个SK可不是卖神仙水的 而是一家靠通信技术起家的公司 在2019年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中 她仅次于中国电信 位列世界第28名 卢宋英和崔泰源的相遇 是贪相遇故知 又恰逢彼此风华正茂 无论从家世还是容貌来讲 都十分般配 最支持两人成婚的莫过于卢泰娱乐 她当时正在竞选总统 急需财力物力 而崔泰源这个富二代 古也正合他意 两家聚到一起 一商量马上敲定了婚事 1988年 卢宋英与崔泰源成婚 卢泰宇也顺理成章的上任总统 这既是一场商业联姻 又有两人自由恋爱的感情做铺垫 卢宋英觉得 这世上应该没有比她更幸福的女人了 殊不知 眼前一切都只是华丽表象 等待她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 韩国总统千金卢宋英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财阀老公崔泰源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 1988年 卢宋英与崔泰源结婚后 崔家的事业一飞冲天 SK集团很快便挤身韩国四大财阀之一 与三星LG现代齐名 而这其中功劳最大的莫过于卢宋英总统父亲卢泰宇的暗中帮衬 得到岳父大力相助 崔泰源想的倒不是感恩 而是按理通通划清界限 在他进城公司后 他采取指手遮天的管理方式 一人独占旗下所有子公司的决定权 卢宋英在这家里只有相夫教子的份 先后为他生下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1995年 意外发生了 卢泰宇被举报执政期间涉嫌盛会 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卢宋英失去了唯一的靠山 在崔家定位一落前掌 崔泰源从此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外花天酒地 与一名美籍韩艺金女士纠缠不清 甚至两人还遇有一个女儿 外人都在看卢宋英的笑话 可卢宋英还在心存侥幸 认为崔泰源会回心转意 但他错得很彻底 2013年 崔泰源因挪用公款 朗刀如雨 卢宋英一个人撑起了群龙无首的SK集团 他白天为了救出崔泰源四处打点关系 夜里还有处理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 在他的忙碌下公司稳住了 崔泰源的四年刑期也缩短到两年 可他出狱以后做的第一件事 竟是对卢宋英发出了一纸修书 2015年 崔泰源在报纸上向卢宋英喊话 去他十项点赶紧离婚 给他的新欢金女士让位 除此之外 崔泰源还不忘对金女士来一场油腻表白 他说在自己入狱的这段时间 是金女士的频繁探望 让他感受到了温暖 他要与这善良的女人共度余生 只责为提示卢宋英替他守住了一切 崔泰源连比鞋底更厚的行为 被韩国国民所指向 仍期待着卢宋英的回击 可没想到 卢宋英却将卑微进行到底 他相信崔泰源会民土之反 甚至愿意接纳他在外面的孩子 人夫相对突变成愿打愿挨 看客们只呼没进 没人知道这是卢宋英 复仇计划的第一部伪装 一场离婚 风格84亿财产 现实耍问女主卢宋英 对待白眼狼前夫到底有多狠 2015年 韩国SK集团总裁崔泰源 用一封字白书 向媒体坦白了自己婚内出轨的事实 他之所以这么做 不是在向亲子卢宋英忏悔 而是在逼迫他给新欢上位 但身为前总统前进的卢宋英 可不是吃素的 他面上需要守护家庭 等待丈夫回心转意 拒绝离婚 实则贝蒂里已经在偷偷分割 崔泰源在SK集团的权力 而他又来报复崔泰源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为其生下的三个孩子 从2015年到2019年 卢宋英扶持了大女儿 进入公司制药部门做研发人员 小儿子也在2018年的时候 直找了SK能源部 但三个孩子中最厉害的要属二女儿 他毕业于我国北京大学 在小亲间从不向家里要钱 全靠禁止打工赚生活费 身为不用服兵役的女性服二代 他主动请英参与韩国海军 去索马里打了半年海盗 这般雷厉风行和当年的卢宋英如出一辙 退伍后他执掌了SK旗下的贸易部 三个孩子相继在公司站稳脚跟 隐忍了十余年的卢宋英 觉得反击的时候到了 2019年卢宋英答应了崔泰源提出的离婚让位 并要求分割崔泰源在SK集团 高达42.29%的股份 如果诉讼成功 那卢宋英很可能会获得 价值84亿人民币的资产 SK集团可能会一分为二 而卢宋英将会在三个孩子的支持下 成为公司最大掌权人 面对这样的状况 作为出轨方的崔泰源挂了手脚 李欢恩开庭十分钟就草草宣告休停 因为他知道SK集团能有今日 还有归功于卢宋英 那个曾是韩国总统的父亲卢泰宇 因此云情云理 卢宋英都有很大可能胜诉 目前这场官司仍然在僵持中 我们唯一可以预见的是 卢宋英一旦胜诉 男他将超越三星长公主李福珍 成为韩国最富有的女人